2019年的電影返校取景 就在屏東縣的智成高工 校舍場景 觀眾記憶猶新 但學校現在確定要解散了 教育部還一口氣公布了六間 教育部也要讓這些 所有面臨這樣的一個學校 了解整個私校的一個退場的一個機制 還有他們的一個指標的一個標準 教育部18號開第9次高中以上 私校退場審議委員會 決定花蓮縣國光高工 台南市滑稽永安高中 跟屏東縣智成商工 等六間已經停辦的學校 依規定解散 根據資料顯示 10月27號第一波公布 到11月24號第三波公布 總共七所學校列為專輔學校 12月18號第四波會議 則是確定五所高中職 及一所互專退場 雖然少子化已經成為了趨勢 但群教總仍然呼籲政府 妥善進行退場機制 避免影響師生 甚至畢業校友的權益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照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